各位好 今天我们两会访谈录请到北京演播室的嘉宾是全国人大代表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副主任 上海风行行长胡平熙代表 胡代表您好 你好 这次听了温总理的这个报告给您印象最深的不同点是什么 听了温总理的报告确实是令人振奋 催人奋进 我觉得最大的特点就是你讲实情就是敬 那么讲问题也是毫不敏晦的 很专专 那胡代表 今年的总理报告当中结合您的本职工作 我注意到他提出了要实行一个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警的货币政策 那么您怎么样来理解这个稳健和从警呢 我觉得所谓实行从警的货币政策 这个确实是要你这个爱着辩证的观点正确来理解 那么所谓从警 首先的话你不等于说它是这个接刹车 而是远着落 更不等于说它是减少总量 而是增加总量 不是一刀切的 那么其次它是体现一个有保有压 不搞一刀切的 该支持的还是要重点保证 这个该限制的到来的话 你这个要你这个严格的这个控制 那么最后的话你这个货币政策从警的这个前提下 应该说你几个我们这个企业带来了挑战也提供了机遇 因为大家要注意到我们现在在流动性过剩的情况下 这个货币政策虽然是从警的 但是我们人民币汇率的升值在不断地加快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要积极地扩大进口用汇 进口一些紧缺的这个原材料啊 这个新技术啊新设备啊 这应该说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像六岁类似进口成本比较低 另外一个的话 你在这个货币政策在从警的前提下 我们还可以呢鼓励企业 特别是民营企业走出去 走出去到国外到境外 特别是周边的一些新型国家地区 高一些实业投资资本投资 应该说也是基于 那么更主要的话 你在从警货币政策前提下呢 我们呢可以通过扩大直接融资 多渠道的来缓解我们资金的需求 你就是说不会因为这个调控过度 而出现经济下滑 这样的一个风险是不存在的 是的 是到底 我理解的话 实行纯紧的货币政策 目的就是为了更好的促进经济的发展 在报告中我也注意到 他提到了一个增强汇率的弹性 这个弹性是不是也意味着 这个人民币有继续升值的这样一个可能 对 因为大家知道 我们现在这个人民币这个汇率实行的是 有管理的浮动汇率 定住的是一两只的货币 所以这样的话 你这个我们的人民币这个汇率改革 应该说通过两年多的时间吧 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 所以从这个中期看吧 这个人民币升值的这个走势的话 你恐怕你这个还会维持 那回代表 其实今年总理报告当中 也提到了一个要加快金融体制改革 那么四代国有银行当中 已经有三家上市了 那么这种加快改革 主要体现在什么样的方面 这个应该说你 我国国有银行四家 已经完成股份子改造的话 是工行 中行和建行 完善法轮制理机构 已经在这些投资者 包括呢 其实转换经营机制 更有房子呢 改制以后呢 不良资产的这个反弹和效益的下滑 所以呢 升华改革的这个任务 引来是很繁重的 那么至于农业银行 和国家开放银行的改革 是这次政府报告中 新提出来的任务 那么大家注意到 农业银行的话 你总体上看 它也走商业化的道路 这个到来呢 它也同时要更好地服务三农 所以它的股份子改革的话 你已经提上日程了 那回答吧 今天我注意到 总理的报告当中也提到了 要促进一个健康稳定的股市的发展 那么全体的股民也非常地关注 那您对今年股市会是一个什么样的预测 关于这人民币升值这么个主线 应该说我们中国的股市 是个慢牛市的 有起伏的 稳定健康的向前发展 我听到您说这个慢牛市 那应该是给股民很大的一个信心 今天非常感谢胡代表 您来到我们的演播室 也告诉我们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 就是慢牛市是可以期待的 那么今年温总理在报告当中 关于这个宏观调控和金融改革 花了很大的篇幅来论述 那么我们也衷心地期待 中国的经济在未来五年 能够稳定健康的发展 好了 今天我们的两会访谈录 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